一艘中国籍的铁壳船 日前被渔民发现出没在苗栗外海 台中海巡队获报后 立即派出两艘的巡防艇前往围捕 经过登船检查之后 发现船舱长有20吨的猪肉制品 由于非法越界的事实明确 因此海巡队也依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将船上四人与船支押 返到台中港做后续侦办 海巡人员大声广播 要求前方的中国籍铁壳船立即停船 不过船上的人员必未理会 反而持续往前行事 海巡队也随机加速靠近登船拦检 本艇人人上船登检 我们立即出动两艇次 约在下午6点25分 在白沙屯外海20.6里 禁止水域外零点无力 发现该船 该船当时无船名 未作业行机可疑 台中海巡队日前接获于民通报 有一艘中国籍铁壳船 非法越界出没在苗栗外海 立即派遣两艘巡防艇前往微步 并在船舱内查获20吨猪肉制品 因违法事实明确 海巡队也将船上4人与船只押回台中港做后续侦办 清查发现船长船员合计4人 那船舶约100吨的铁壳船 载运的物品既有诸度 那全案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2条 及事情弃则42条 代反台中港海巡基地码头做后续的侦办 目前正值习惯疫情与非洲珠瘟盛行期间 因此海巡队也将4名船员送往医院PCR检测 还好都是阴性 而船上的猪肉制品也全都查扣送验 不过该骚中国渔船未经许可越界 依规定可处100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罚还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